現在他說救人不救市 現在你要救市才行 你救了市所有人都得益 只是救個別人對市場影響不足 企業都不知道做甚麼生意會賺錢 難道借多些或輸多些 個人也是這樣 就算貸款便宜些 如果他覺得層樓會下跌 他也不會買樓 他也要等一等 回到股壇事件 繼續有Yumi和施先生一起討論 內地經濟上一節的尾段 有提及過大框架是怎樣 未來舊市的力度應該是怎樣 相信大家特別是股民都非常關注 問問施先生 因為當政治局會議 十大政策集要出來之後 大家都很亢奮 未來應該有很多政策出台 來救市 但從金融市場的反應看 就覺得好像無以為計一樣 我見有些報道說 關不關水災事 其實可能性大不大 或是其他原因呢? 當然不是關於水災事 水災只是影響中國某一個局部地方 我相信金融界或市場最關注的是 對房地產的政策 如果房地產的問題可以解決到 其他的問題便容易解決一點 不過內地政府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他就沒有仿照外面的做法 而是用自己的社會主義特色多一些 譬如他做得最多的就是補交樓 他是關心基層 怕別人買了樓收不到樓 就要發展商就是 要幫買家快點起好樓交給人 但做這件事 救了個別的買家 對市場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這些是以前的交易 就是完成以前的交易 舊市一定是對市場 要產生實質影響的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 香港以前有酸九礁 酸九礁其實是很值得外地參考的 但酸九礁做的事很多內地沒有做的 譬如 九礁最主要就是停止買地 減少供應 因為你供應過多 你對穩定信心沒有幫助 舊市還沒有賣光 但大陸不是 市又不好 地方政府還是很著緊 想賣地 還推出很多出來 賣不去 叫國企頂住 這是增加供應 除了土地不供應酸九礁 連居屋也不賣 但大陸仍然說要 建保障性房屋 其實保障性房屋也不要建 政府要保障性房屋 去現在的全量房 賣 幫發展商 三節就買回來 買回來做保障房 你可以 令到它容易脫身一點 連到之前困死的錢可以幫到 另外 香港當時是 連租務條例 為了鼓勵投資 香港以前一直都是幫租客多 比幫業主 酸九礁倒轉頭 幫助業主 到期可以叫租客走 不用一定給他居住權 加租也不設限 如果要別人投資 你對投資者要有多些優惠 稅交少一點 大陸都有限售 未持有多少年 要交稅 限購、限貸 限制全部取消 投資者就靈活一點 如果肯做 市場會解讀 對市場實際有好處 現在他說救人不救市 現在你要救市才行 你救了市 所有人都得益 只是救個別人 對市場影響不足 所以他們有一些迷思 就是覺得資本主義 救市方法不好 我們要有些特別一點 不過現在這些特別一點 就是救到個別人 救不到市場 市能夠不夠 就是市場的信心恢不恢復 怎樣去看 交投量要上升 價錢要停止下跌 如果能夠這樣 大家就會覺得 救市成功 因為房地產相關的措施 現在走的都是從利率和銀金方面著手 房貸的利率逐步下調 就已經在做 然後 是否去到全面減息 現在坊間都傳聞下一個招數可能是這樣 又不知道力度夠不夠 然後又說降準 其實之前也說過安遲 但看過金融市場 好像比較麻木了 因為當時說不借給地產商 降的時候說要借給中小企 但銀行又不敢借給中小企 以前是借給地產商有東西抵押 現在抵押品又不值錢 所以銀行都不知道把錢借去哪裡好 是否因為招數 之前都曾經見慣見數 是否要更加有針對性 才可以令到 不單止市場的信心 股民的信心才回來呢 其實 大陸現在面對的問題 其實不是 跟美國的方法不同 美國就是 他們整個結構就是用資本的運作 去支撐整個經濟 股票暢亡 公司有錢 他們印股票 繼續去刺激消費 這是美國的模式 大陸現在面對的情況 並不是貨幣政策不夠好 因為其實你見到 大陸的貨幣政策是寬鬆的 你見到中美息抽 我們之前有說過 其實大陸的利率周期向下 所以為何會降準 我們會存款利率 貸款利率會減 其實全部都是放水出來 但問題的徵結就是信心問題 企業的信心 企業都不知道 做甚麼生意會賺錢 難道借多些會輸多些 那個人也是這樣 就算貸款便宜 如果他覺得 層樓會跌 他也不會買樓 他也要等一會 所以有根結就是 現在要令到大家對經濟的前景 現在的下行期望要扭轉 背後其實是說 房地產是一個徵結 因為在國內 銀行業過往也是依靠房地產 地方政府的收入也是靠買地 民間財富可能八、九成都是在房地產 如果房地產如果沒有辦法 大家的期望改變 其實做其他事情 就是去不了問題的核心 因為內地現在有一種說法 就是內地的經濟之所以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他學了香港 學了香港的高地價高地租的經濟發展模式 所以才會搞到這樣 但是這個時候來做這些 根本性的結構性的檢討 就不是時候 這個時候 指表也要先做 你現在想自本 是困難的 因為你本身身體不太好 你就不可以做太大手術 你只能夠 治療表徵也先 發燒又按下 高血壓又按下 你煩煩都做 做完未必立即好 但都沒有現在那麼辛苦 所以 對怎樣去治理 現在的經濟這樣的處境 叫做現在未曾給到一個方法 令到市場很有信心 覺得這樣做是有效的 當然要救經濟 其實是難度極高的東西 我們坐在這裡說 就說什麼都行 真正做起來就有很多考慮 風家都有不少人提供過意見 例如你剛才說 參考香港的發展商 宣九招 我見香港有發展商 例如行龍董事長 陳啟宗 都有提到 他們過去30年 沒有經歷過一個很大的破產潮 因為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政府就出手幫助 是不是真的要經歷一個 很大的破產潮 令到他們去改變這麼高周轉的經營模式 先回歸理性 剛才聽師先生說 要做一個這麼大的手術 現在是否要承受得到 而你之前也提及過要改革 其實內房行業那裏 應該怎樣做呢 是不是要經歷一個怎樣改革 下一步又會是怎樣呢 現在的處境比較危機 你只能夠自標都醫治 因為現在你不只經濟問題 對外又有跟美國的角力 受到各方的制裁 是比較難做的 因為你只是自己經濟有問題 要醫治都難 別人又不買 你這些東西做得好 別人又不買 你想要的東西 別人又不賣給你 譬如香港 你的金融為主 現在美國有限制你投資中國公司 Blacklock好像介紹一下中國股 都被拉去文化 你還哪有敢介紹你買中國股票 我們做私基金可能都會被長臂管理 所以難度是高的 難度是高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取態就是 政府其實給多些空間的企業 減稅 減少限制 這是經濟學上歷來最有效的方法 經濟不好的時候 減少財政上的包袱 減少管制上的限制 給他 市場利用 解放他的手 跌落水還綁住他怎麼游 鬆綁 收少些稅 不要說現在沒有錢 找我之前欠他什麼 我都不夠錢 我之前還說我以前欠這個欠那個欠那個欠 我的錢又收不回 所以 你減稅 減少管制 是最有效的方法 這個時間 就要給內房 一方面 在財政政策上 都要支持 另一方面 其實他們自己都要想想 不支持就不用特別支持他 他自己犯了錯誤 又要承受後果 支持的市場 支持的社會 所以他們內房的行業 都要經歷一個改革 意思就是 會不會接下來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型的併救潮 然後才走回一個健康的行業環境 留一些有實力的 經營模式比較良好的企業 然後再繼續成為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支柱 現在我相信 就不是拼購潮 是沒有命潮 個個都要保住 有一堆是要淘汰的 做不住的就要淘汰 政府以前賣地賣多了 中國地方政府把下一代政府的地都賣掉 現在就趁機會收回 你不蓋 過期收回 都把土地收回 我剛才說 政府收購其中一部分 當然不是貴價收購 展揚無價收購 收回來 做保障房 即是用來做居屋、公屋 或者人財鼓勵房 你做主席那麼好 過來送兩層樓給你 那麼好 現在有些地方有樓 即是他想那些人財來 香港還要給山城首期 要多少年後、五年後才給人 人家會送樓 政府出錢買回一些 等以前困死的錢 可以流動出來 現在通縮的原因就是 流通的貨幣收縮 要知道貨幣在哪裡紮死了 現在在房地產市場紮死了 令流通能力弱了 所以政府就拿回一些錢 讓他住 因為現在有些措施 例如先租後買 在國內 還有之前說的城中村改革 類似 澎改2.0 但是 都要問問浩德 因為現在債務問題 在眼前 跟著一個通縮 另外一個人口結構變化 現在都成為了外資 他們討論的話題 有一個3D 剛才說的 第一個D是債務 第二個D是債務 第二個Demographic 就是人口 第三就是division 就是通縮 就是現在 尤其是外面在大陸比較關注的焦點 因為剛才施生說到流通量 最重要是市場的購買力 現在外資方面都很關注3D經濟 其中一個就是人口結構 內地都有一個人口生育率下降 而且又有一個失業問題 你們去看投資環境 是不是這方面都好像他們的看法 差不多比較著重一點 這個就是人口紅利 其實中國大陸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是非常好的 我們那時候人口 以前是怎樣呢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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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就養一個孫 所以他們消費率就高 其實你看大陸的人口 應該去年就開始下跌 其實過往每一個經濟發展最簡單的 要是資本不停輸入 要是人口不停輸入 大陸就沒有人口二過 人口紅利之後 現在就要扔回去 可能開始有老化 其實要面對這件事 以前很多自然的消費力就會減少了 很多經營模式會變 譬如剛才阿施先生也有提過 過去地方政府也是靠賣地 我們高地價靠投資拉動經濟 現在其實這兩年 我想兩年前阿施先生就說 大陸起樓起突了 存量其實基本上已經多了 可能大陸的朋友都說 拆千元之後都舉了幾間屋 其實基本上他們又投資了買 賣地又買得投資了 現在那些消費力又沒有了 所以人口的問題就是這裏 新增的需求就沒有以前那麼明顯 以前總是有生育人口多 或者本身是年輕一代 去到就業有生產力 然後開始消費 那樣東西就淡化了 這就是為何人口在中國大陸會面對問題 因為大家怕大陸好像日本一樣 日本曾經有一句年代說 他覺得他為何迷失了20年 就是高債務 當然日本當年的債務通常是內債 中國大陸現在都是 中國大陸借外面的錢不多 我們所謂高債務其實都是國內的錢 我們不同的 1997年東南亞那些國家 借下很多外債會有很大的衝擊 大陸現在就不是這樣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3D裏面有關人口的問題 是不應該混在一起來說 人口的問題 不會一下子解決 是數以 10年後才會起變化的東西 所以這不是嚴尾之吉 拿出來一起說 是擾亂了視聽和擾亂了關注點 所以大陸不用理他人口問題 債務和 通縮 反而是息息相關和眼前要針對的問題 眼前不要花力量搞人口問題 現在債務和通縮都在地產方面引發 所以大陸應該是集中力量 先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然後其他問題才有條件去解決 眼前最大的問題 會不會是碧桂園 現在就在害怕 會不會變成恒大2.0 因為又說到 在境外債、美金債 都未能夠如期地去還息 雖然他自己解釋 我們有30天的寬限期 但大家都害怕 這麼龐大 而且是龍頭的民企 所以都害怕 兩位有什麼看法 會不會影響市場的信心多一重呢 其實基本上 大陸的民營發展商 已經斷滅了 基本上是 你當他們已經死了 你說還看到上市未停派的 龍湖 碧桂園 只是他還在那裏 狗邪偷身一刻 醫生未走來簽個子 其實他已經死了 問題不是他特別差 甚至乎 但對反而你別以為國企很好 其實國企唯一他好一點 第一他早幾年沒那麼進取 跳樓下來也跳得慢一點 第二他的資金是比較好一點 可以銀行還會支持他 或者爺爺會放水給他們 都是國企會好一點 但他們兩者都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市場是做失效 即過往大陸整個地產發展模式 當然是有些不健康的 有借 有銀行借 買地就買10元 然後拖發展商數 但估不論那件事是怎樣 過往模式其實一直這樣運作 現在你突然停了 基本上每一個都是沒得做的 所以你看到這段時間 甚至乎部分各企的公司都還不到錢 所以重中之重 即是補交付之外 你的市場 即是內房的消費者會買 要買買 但連內房的公司 都要重新一個模式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現在借錢給他都沒用 因為他必定是蓋不到的 之後當最理想是成交開始互約 當然你要規管他們的運作 不要那麼高槓桿 但他可以繼續生存 這才能解決內房現在的問題 現在就像冰封一樣 你把市場賣樓 碧桂園只是一間公司 現在問題不是一間公司有問題 而是他們原先的 營運模式 本身是極高風險 只是在樓價逐步上升時 這種模式才行動 現在樓市遇到阻力 所有的 造房地產 用這種模式造房地產 都會出現生態大災難 他們差不多會滅足了 你剛才也有提到整個行業 如何回歸理性 健康的發展 真的需要一個淘汰 太若劉強才會適用 我們觀望未來 看看實質作用大一點的救市措施 挽回市場的信心 然後再跟大家跟進 多謝兩位的分享 大家記得在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之外 Like這條影片 還有對於今集有甚麼意見 都不如留言給我們之外 因為我們下個星期 有黃國英先生 我們有一個講座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馬上去報名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再見 拜拜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